大家好,今天來講武藏號 大部份資訊來自維基百科網站 武藏號是大和級2號男 在原生計劃的背景下誕生 在1938年,於長崎三寧造船廠建造 1940年,落水 1942年,正式服役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大和號和武藏號在港口發毛 在1944年,履於台灣海戰武藏號的第一次出海 也是最後一次出海 可憐 在石寶爾海戰,被美國航母軍炸機編隊 以19倍魚雷和17顆炸彈炸沉 在這場戰爭結束後,71年 被媒縣創辦人保洛艾倫 在海底找到他一條鹹魚 引擎方面 9號男載窩爐12座 男載蒸氣窩爐4座4軸 戰艦基本數據 全長263米 撥38.9米 排水量 62,000噸 是1942年的武器裝備 94色45厚勁460毫米 3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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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厚勁155毫米 3連裝 4座 89色40厚勁127毫米 高射炮 6座 96色25毫米 3連裝 高射機 12座 93色13毫米 防空炮 2座 29組 是1944年的武器裝備 九色色鋅炮 3連裝 9式高射機炮 6座 大小 有裝甲保護的96式高射機炮 24座 普裝甲保護的96式高射機 14座 9三式炮 大小 至於12尼米 28連裝 瓶盡炮 亦可以叫作火箭炮 有爭議 懷疑武裝後 沒有安裝這一類火空武器 藍載機方面,7架零式水上偵察機 用艦尾的火藥彈射器彈射出擊 以上就是武藏號的數據 可惜呀,他的命運已經注定了沉沒的結果 可憐呀 這架武藏號在宇宙電纜大和庫庫 聽到遠正七版結尾登場 這套動畫丟進垃圾桶 這架武藏號是由小林城設計 沒錯,就是2022年內 有大部份艦艇被加入伊之死花魂的元兇 這架艦艇最早出現在1993年 即是大和庫2520製作時期前計 所以這架船跟第十八代、第十七代大和庫的艦船 有點像 好像 至於第三艦艦船,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架船在2010年建造 服役購進行了各種波動能量的實驗 在副篇結尾通知了大和庫 地球在銀河是黑洞 我猜大和庫庫到那裡 立即意大利麵條花 武藏號的大小北明 估計全長280米 同副篇的大和庫差不多大 武器方面 三聯裝飾160毫米 衝擊主砲三座 雜手藍尾導彈過6毫 雜側導彈16毫 大量引力同武器 現在上武具被波動拋 現在武藏號搭載了八架波動式小船 在2012年中 武藏號前往銀森 進行了一場探索 找黑洞 現在銀河號是黑洞運動出來了 這架武藏配備的武器 基本上和銀河號一樣 少了個CRS系統 真是醜到爆 大小巨大 系統 引擎方面,指倦波盾引擎一座,七四式激光核掌便宜,附載引擎兩座 論過來說,我認為這家寶座很醜,因為是這個藍橋 這個藍橋配這個藍體很醜 有些不妙,不妙吧 這個是敵人,先打爆這裡 我弄出來的武裝,是沒辦法保證的 有人問第十八代打王,會不會是用這個設計? 你又不是說他醜,還是說他贏了這個? 就好像剛剛這樣說 用不正的藍橋,在這個藍體裏,是不是說醜? 如果公本武裝看到自己的名字,用在這個藍上,馬上斬人 不好意思,弄錯了 公本武藏的名字與戰爭無關 它的名字是來自古代日本的寧濟國武藏國 所以與公本武藏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武藏好,出生的時間真的不合理 第一次出生就被企業武戰打 我現在是不期待這套戲上的 交起他先 就算了 現在的製作班底 他負責製作這套戲 也救不到大禍服 為什麼? 看了2022年也知道什麼 完了,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我會做銀河號 下次再見 歡迎… 下次再見